十七日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举行听证会主题为合作的力量建设每一台关系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主席费德伟表示 预计援助台湾的疫苗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交付给台湾 他还透露台美正在讨论合作生产疫苗 费德伟指出台湾过去慷慨无比 在提高个人防护装备产量上也展现极大弹性 美国也受惠于台湾的慷慨大方 费德伟宾表示 这只是预计多次疫苗援助当中的第一批 他无法讨论后续疫苗援助的具体细节 但美国未来将继续考量台湾的需用 费德伟指出台湾有许多非常关键的产业 例如半导铁可能会受COVID-19爆发影响 新唐人感的电视张淇琳综合播导 刷新唯一